我看到的这次的选举,我们经常会调侃说赖清德不是在跟其他的政党选,赖清德是在跟习近平去竞选,因为中共背后的势力,他对台湾的渗透统战,从马英九时代可以说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赖清德去竞选,面对民众党,民众党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政党,那么年轻人受到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被中共所控制的,由中共算法所推动的这些平台的影响,中共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戒选。 那另外国民党在选举前就多次到中国去访问,那么他们私下谈了什么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有勾兑的成分。 所以说赖清德这次选举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胜利了,那这个胜利我觉得就是台湾人他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特别是抗拒中国的所谓统一,开始有一种亡国感或者危机感。 当然了,对于很多年轻来讲,这一方面还需要加强,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还是不太清楚,他们因为比较年轻没有太多的阅历,所以对一些假讯息的分辨上面也缺少足够的能力。 所以说在这方面可能我们还有待观察,看看能不能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吧,让这些年轻人更加成熟,更加认识到台湾现在所处的一个国际战略地位和他们面临的中共的威胁。 要推动民意能够改变,比如说对抖音的查禁TikTok,那这非常困难的,首先年轻人就会反对,反对的话,那民进党为了年轻人选票又不敢去这么做,而且在立法院可能也会遭到阻止。 看看能不能跟国际社会共同一起努力,跟美国政府一起努力,全球集结在一起去对付TikTok,去对付中国的渗透,因为这种渗透它是全球性的。 包括这次对台湾的戒选也是非常明显,甚至在选举之后,习近平也多次发表谈话,说要壮大统一力量。 那实际上就是要在台湾内部实现某种,让很多更多的人成为它的代理人,然后内部颠覆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主制度。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全球共同要努力的。